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星期一透露 当局上个月截获一个经过纽约和纽泽西 纽瓦克港的集装箱 起货上千公斤的可卡因 这是当地近25年来 破获的最大一宗可卡因走私案件 除了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海岸警卫队、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缉毒局等 都参与了这起缉毒行动 当局在这个集装箱内发现1451公斤 市值3亿1458万令吉的可卡因 这些毒品来自哥伦比亚 装进60个包装里 贩毒集团已干果申报 调查人员还不确定这批毒品的目的地 击毒行动中没有人落网